今天跟大家介紹呢 在夏天化妝之前的保養 今天跟大家介紹呢 那我會先建議大家呢 化妝之前的保養 必須要清亮 清亮的化妝水 任何的保養都要減半 精華液的部分呢 絕對也是在使用量的部分 還要再少很多 鼻翼兩側比較容易出油 或者是毛孔粗大的部分 化妝品的量保養品的量 至少要剪到只剩下三分之一 在眼皮的部分的保養 大概擦一下眼膠 就可以停止了 不能再擦眼霜 接下來為大家介紹毛孔修飾乳 在做完清亮保養之後呢 我們在容易出現 毛孔粗大的部分 那就是最主要是這個鼻翼兩側 由下往上 把我們的毛孔填滿 那有些還會出現在 這個額頭的部分 我們一樣都是由下往上 用刷子把它刷開 那打底很重要的就是 在夏天的時候我們當然用 比較不油的 或者是霧面的粉底 本身它的油脂就比較低 那相對的它就比較不容易出油 那在刷完之後呢 可以利用我們的指腹再用 輕彈的方式讓粉底更服貼 再眼皮 大家常常會有面對一個問題就是 眼睛很容易出油 那因為我們剛剛在保養就已經是清亮了 所以呢在我們粉底的使用上也一樣 少不要太多 接下來是定妝 方式跟剛剛打底是一樣的 就是說你少足夠就好了不要多 我毛孔粗大的部分要有一點力道 有點力道 那這樣的話這個地方的妝絕對會很勻 並且很貼 眼影粉 我們從睫毛根部慢慢的往上暈開 切記就是要用霧面的 不要再用眼影膏 因為這樣的話容易造成就是眼褶出油 那如果是要畫有一點點光澤的眼影 我會建議像現在看到Model眼鏡上面就是非常細微珠光 這是還可以接受的